大家好我是你们老公的喵哥 有朋友问喵哥 说一台车我也是认真保养 好好保养的话 到底可以开多少年 你是知道我这个车已经开了17年了 是不是 所以你特意问我 我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我们所说的认真保养和好好保养 那么这个就要做到 首先你的保养用品 不要用那些乱七八糟的 尤其什么机油什么的 不要去信什么偏门 我跟你讲 你就买那些适合你这个车的 那些大品牌的机油就好了 当然前提是不能买到假机油 不过它便宜 不要去那些乱七八糟的路边摊 和那些根本就没任何认证的网站上去买 基本上问题不大 第二个就是不要用这种乱七八糟的一些 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地方给你推 蓝油宝 我跟你讲了 蓝油宝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并不适合说适合每一台车 适合每一个发轮机 有些发轮机根本就不需要用 而且有些蓝油宝的 本来就是略带腐射型的 你用了之后 最后你发轮机出大问题 时间长了 问题就来了 那么如果我们在正常保养 好好保养的情况下 到底能用多少年呢 这个答案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你想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 你24岁出来大学毕业买车 那么30年之后 你就是54岁了 再往后面推10年 64岁 你该退休了 40年 对于一台车来说 40年的车龄算不算长的 在我什么国家真的算很长了 但是你又是放在那些汽车文化 普及的比较早的那些欧美国家 40年的车龄 它也不算说非常非常长 因为爷爷留下来的 甚至超过50年的车龄的车子 而且那样的车子 你想我们往前退50年 那都是这个1950年 1960年生产的车子 那个时候的车子这个生产技术 尤其是这个发动机 和变速箱的技术 比起现在的车子 那确实是落后很多了 所以你现在的车子 如果说你到了10来20年之后 你把这个限速换一换 把那些一老化的这个数据件 把它重新翻修一下 我跟你讲了 车子这个三大件 基本上它的这个年龄 能够超过你这个退休的年龄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家人车来说 你完全不用担心 能够开多少年的问题 而且你从理想上算吧 你想一下你一年开3万公里 30年也就是这个90万公里 你40年也就是120万公里 你看一看那些跑出租车的 有多少低于那百万公里报废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点上 从公里数来说 从这个发动机的说明来说 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用太担心 其实恰恰是由于现在的车子 电子产品多了之后 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是电子产品这一块 机械产品反正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所以现在的车子 你可能时间长了之后 有些到了十几二十年之后 很多电子产品慢慢的老化了 出了问题了 电路板坏了 受潮了 这些地方不行了 你就得换 最关键是你去换起来 配件不好找 你知道吗 从汽车的机械角度来说 就是三大件这些东西来说 其实车子真的可以用很多年 但是由于这些辅助的一些产品 电子产品 这个时间长了之后 确实出了问题不好修 所以基本上 像我到了十六七年的车子 就不太多了 再加上在咱们国家 你得连捡 而且连捡还得捡尾气 一不小心给你这个查了 就过不去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烦 这个人想着换车 所以从现实来说 目前咱们国家 汽车超过二十年的 其实是风暴零酒 非常非常少了 即使在用的 基本上可能也都半报废状态 除了有特别有些喜欢老车的 或者对这个特别有感情的 一直在用 不然的话基本上都是半报废状态了 所以苗哥最后告诉大家 其实汽车的寿命远高于我们工作的年限 因为你从大学毕业到你退休 这个年限也就40年左右 只是说时间长了之后 一些电子产品牢化了 包括车子 你感觉很多舒适性产品跟不上了 尤其是一些你觉得设计的不是很好的车子 那个审美也跟不上了 你自己不愿意开了 再加上环保啊 排放啊 年轿啊 一些乱七八糟的原因 你自己也觉得很棒 最后大部分人在20年之内 肯定就把它换车了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最后苗哥也想问问大家 你那台老车 你想开多少年了